好 人群怎麼觀察 再過六十六天要選舉投票 今天的豪宅工坊 我覺得民進黨正是從今天開始進入到打選戰的這個模式 而且韓國瑜會面臨到一個叫做一個人的選戰 所以一個人選戰就是說 當他現在開始去打韓國瑜 那失蹤跟失業的那十幾年時間裡面 所做的任何事情 國民黨人沒有人可以幫他辯護 那這裡面所打的 當然都是韓國瑜 第一個你的私德問題 第二個是你的誠信問題 比如說你剛剛講到說 他在二零一這個一四年準備開始賣這個房子 按照韓辦今天的說法是說 他們高估了自己的還款能力 所以他們就覺得說這時候是要脫手 這是他的說法 可是按照一週刊 當時訪問說好 因為一週刊定位 就是週刊定位說 他有一個叫做這個貴婦買房團 貴婦草房團 對 那裡面那個曹其年 他的說法是說呢 他們本來在台 在這個內湖有房子 因為韓國瑜在北農任職 可是後來被民進黨盯上 所以他才決定要脫手 我先講就是說 他有一些一些是他們各自的解釋點 可是這裡面就有破綻百出 你知道為什麼會這樣講 首先韓國瑜當年北農總經理 什麼時候開始被打 你知道不是在二零一四年 因為韓國瑜編列獎金 是在二零一五年的時候 所以民進黨是在二零一五年之後 才去打韓國瑜的 那所以那個時候查他的資產 那很有可能就查到這一個房子 那跟二零一四年 他要開始賣房沒有關係 因為那是二零一五年之後發生的事情嘛 那第二個就是說他的講法是講說 我在這個時間點 因為他要因為他決定認賠售出 而且他其實賠了非常多錢 可是如果從上一次我們所知道的 他的這個處置房產的概念來說 以韓國瑜的家庭狀況 願意賠這麼多錢去賣 那這個很怪 就是你如果因為他可以等一年 二零一四年開始賣 二零一五年才賣出去了 這一年的時間裡面 這個房子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讓他必須要這樣子大幅度的給脫手呢 其實我跟你講這有這其實早就已經有新聞出來 因為在二零一七年的時候呢 週刊就已經有報導過這兩棟的房子 而且當時週刊的報導是講說蔡振遠也是苦主 因為這次去查的時候發現蔡振遠在這邊 但問題是為什麼報在在為什麼二零一七年報這個 因為二零一四年的時候這個房子開始交屋 這個房子開始交屋的時候被人家報說什麼 你知道你怎麼跟設計的完全不一樣 然後你原先規劃的東西通通都沒有在這裡 你知道那個時候他們那個連建築師 那個設計師都講說 他根本沒有按照我的設計圖吧 所以在這一篇報導裡面 其實提到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是你可以看來到 在這個裡面有提到說 當時有許多的住戶 因為住宅品質不良而拒絕交屋 台肥在當時在最後一段他講 他說其實是因為政府打房 導致很多投資客斷頭 那我現在就回來看 如果今天他們講說 韓國瑜李嘉芬也是投資客嗎 我只能我只能好奇 就是我剛剛講 就是說什麼樣的狀況 因為這個房子原先是做賣七十瓶到一百七十瓶 他那時候原先一開始設定的時候 是每一瓶九十萬以上 台肥在最後一段 連某個女明星都套在裡面 其實確實套很多 我今天隨便設取永慶房屋 都有七戶丟出來賣 是 那所以當時其實你看連台肥 自己都承認講說 那個時候出問題的時候 是因為有很多投資客 因為被打房之後而斷頭 所以那個時間點有非常多 我現在講的是二零一四年的那個時間點 開始要賣 要交屋的時候 就一大堆的願意賠售 我把當時的時空背景講完了 那我就回來講說 以韓國瑜現在的狀況來說 我不敢講說他是不是要投資 搞不好因為他們講法是說 他們想到台北來發展 可是那個時候韓國瑜做的是北農總經理 如果北農總經理可以住這麼好的房子 那我實在不知道就是說 他怎麼去講說自己是一個賣菜人 然後可以住成這樣 這個搞不好他們有自己的解釋範圍 可是我就講說 以現在韓辦的所講的這些東西 他能不能說服人 這個房子他的所有的狀況 你上網Google 可以找到一大堆的新聞 那是不是真的成如他們所講說 就是我們攪一攪攪一攪之後發現自己 實在攪不起所以給他賣 還是因為在2014年爆發 我剛剛給各位看的是 那時候一大堆的住戶就搶著要退房 導致這個狀況 我不清楚 因為韓家的事只有韓家講得清楚 但同樣的狀況 我也講不清楚的狀況是這樣 國民黨的人有辦法幫他辯解嗎 很難有辦法幫他解釋嗎 根本沒有辦法 所以我就講韓國瑜從今天開始會進入到一個人的戰爭 在過去裡面韓國瑜打的是一個人的選戰 可是我現在用的叫一個人戰爭的地方是 民進黨開始針對韓國瑜出手 民進黨根本不去他的做法很簡單 你記不記得那一天卓榮泰講一件事情 他說我們從現在開始不談韓國瑜 你知道不談韓國瑜的什麼嗎 不談韓國瑜叫提出了政策 因為韓國瑜你真的去檢視他所有選戰到今天為止 他丟的政策叫做什麼 叫做花錢不手軟的政策 選舉無策書開籍都有啊 為什麼講開籍都有啊 可是韓國瑜告訴我們啊 人失業的時候都還可以買七八千萬的豪宅 是就韓國瑜讓這個社會充滿了脫離現實的希望 一般失業人特別失業九年 我講句不好聽啊 租房子搞不好都繳不起房租了還買豪宅 韓國瑜的失業狀態 跟我們一般人認知定義的失業 差距很大 我剛剛都嘲笑了 這房子送給一般人 不好意思管理費一個月一萬多了 所以你一年如果空房子空在那邊 你一年加上水電基本開銷 不好意思二十萬跑不掉 一般失業的上班族 突然要支出二十萬 你沒有錢啊 韓國瑜的失業跟一般人認知的失業 中間有天差地遠的差距 所以林鶴明今天在他臉書寫了一段話 他說你如果去跟人家講說七千兩百萬 你如果上購物網去google 這個價格不會是在一般民眾 會google的那個金額裡面 本來就是啊 韓國瑜到底有多少東西 在過去他其實跟這個這個他的夫人李嘉芬做完美切割 你記不記得之前在做裁判申報的時候 大家都哇財產好多都沒有 那是我老婆的是李嘉芬 沒有他們還信託的東西 是那一些信託的不透明的 還有多少類似這種故事跟案例 對也就是他其實曾經擁有過 然後現在沒有在手上的這些東西 我認為未來民進黨一定會開始一直丟 而且丟完了之後是沒有人可以幫他解釋的 狀態之下好韓國瑜會陷入到一個狀況 就是民進黨現在不跟你碰政策 他現在不跟你碰這些東西 我現在就回來打 我手上曾經掌握過你的資料 你可以看到這個選戰節奏 最最特別的有趣的地方是早上 今天媒體剛報完之後 下午林俊憲就自拍了這樣一個影片 告訴大家講說 我告訴你我具體告訴你 臺肥有做過些什麼事情 而且媒體其實就明白講說 這裡面還甚至有發過陳真信函 還在這個東西一翻兩瞪眼 也就是你如果因為他質疑的是 有沒有去施壓 有沒有使用特權去拿到你不應該拿到的貸款的陳述 或者是減少你繳交投款的這個狀況 我打個操 如果他買那個預售屋 然後結果他要照進度繳款 那但是他可以得到優惠跟豁免 多數一般人 一般人比方說假設我跟遠雄很好 遠雄假設趙騰雄交代他的財務說 那個陳寗官 VIP戶 他的款項不用到位 我們一樣給他保留一戶 這才有可能發生 一般人預售屋你就是要按進度繳款 然後你沒有繳款就沒有 是就是說那那再來喔 我講句不好聽了 你如果是一般私人小電商 小電商的老闆跟我關係好 願意給我折扣價 你們想怎樣 你們流口水嗎 你們眼紅嗎 可是台肥不是喔 台肥是國營企業喔 而且台肥是上市公司喔 這已經是掏空跟背信喔 這是雙方都有喔 買賣雙方都可能涉及掏空背信喔 是所以今天林俊憲的這個說法 我跟你講因為林俊憲他講了 他要自己負責任 我再用同樣這篇報導 最後一段給各位看 您剛剛講的在台肥這裡 其實有講喔 台肥的說法是台肥 作為一個合法的上市公司 他不能夠做違法的事情 正常的上市公司 沒有人可以做違法的事情 但是台灣就有一大堆上市公司 大老闆掏空背信 或者利益輸送 然後違法被起訴 但是台肥還作為一個 具有觀古色彩的合法殺生公司 那我問你 你覺得民進黨已經主政三年了 台肥的賬 台肥的狀況有沒有摩清 台肥現在的董事長 就是說當年這個時候 當年這個時間點是馬英九指證 所以剛剛黃創下點名了嘛 當年有兩個前後董事長 一個叫中榮級 一個叫李復興 那現在的董事長是民進黨人馬 沒錯 那上一任是那個賴清德的人 而且現在的人馬是新潮流人馬 是 那剛剛拍影片的是新潮流的林俊憲 有沒有這麼巧 不會巧啦 因為這就是選戰必然的發展 就算在今天 新潮流的反擊 我跟你講 就算在今天之前搞不清楚 因為這個時間點 其實沒有很長 已經不就在這幾年之內嘛 台肥有幾個建案 尤其這個案子 其實在當時台肥內部 引起很多的討論 是因為你作為一個具有關股色彩的上市公司 所賣的房子 在那個時候上了新聞 被人家講說你還沒亂起 還沒亂起 起家這樣 所以這個案子 我認為兩天之內 民進黨所有的資料 其實早就已經全部都整理完了 現在等的是什麼 第一個早上週刊報的時候 其實民進黨沒有出手 他等到韓辦正式的回應 回應完了之後 他另外主打的另外一個 就已經不是你買房了 他另外打的是什麼 就是你的金流的問題 那本人今天質疑到台肥 線上記者趕快去追台肥 上市公司台肥小股東 趕快去追啊 是啊 所以這就是連續劇 這像不像二零一六年王盧璇 軍災案的發展 對軍災案當時 其實打的是相對剝奪感 也就是說 你去拿這一些老農民 拿這些軍艦 他們所分的這個房子 因為你有錢嘛 你去給他那個給他買過來之後 等著軍災改建完了之後 你脫手 這個是牟利的一個情況 可是以韓國瑜現在的狀況來講 我認為他跟軍災 有一點不太一樣的地方是 他打的是什麼 韓辦今天重新定位了庶民 這兩個字 他說庶民就叫做平民 然後呢 平民意思就是你沒有特權的人 我告訴你這句話才是重點 因為當你講沒有特權的時候 林俊憲出來講說 你的金流是有狀況 他在做什麼 我看這就是選戰的攻防 什麼叫特權 各位觀眾朋友 打電話去跟台肥問 看他要不要幫你電款 我們稍後再回來